大家好,又是洞悉前瞬的時間 其實今天我們的話題是第一段說澳門 澳門有什麼發生?洞哥 因為澳門就關了門 但是香港某些就開綠燈 就可以讓他們的馬過來 那麼好? 開綠燈,讓澳門的馬過來 但是要適合他們的所謂條件 有什麼條件? 我記得了,我條件有,他說兩派的 有任何四歲或以下,曾經出賽17次或以下 而澳門馬會的評分達60分或以上 又或者任何四歲或以下,曾經出賽17次以上 而這個澳門評分是73或以上的馬匹 好像有十幾隻,好像有15隻 我暫時上網就看到有些很有心的人 就列了15隻出來說 這15隻馬就有資格過來 有資格過來 我今天就這個問題,在今天就問過前堅明 他說如果批倒過來的話 就照原來在澳門最後的分數減10分 現在最高分的九響騎馬93分 如果香港如果是過來的話 就83分 其實也挺優惠的 但是明亦說過 這十幾隻馬猶豫也有些跑得挺多的 不知道過不過獸醫的關 因為有時候他們幫馬主找馬 直接由澳洲或紐西蘭運過來香港 有差不多四分一至五分一都過不了獸醫的關 香港的獸醫的關是打得挺重要的 有些問題就不給的 如果在這15隻馬之中 我相信60多分的馬都不會有馬過去的 為什麼呢? 發覺最慘來說 香港的養馬費很貴的 澳門是2萬5而已 香港碰上6萬多、7萬的 即是一副三大 過到來雖然有十分架 但是對手方面是不同的 會不會是削弱到本身的機會呢? 這是一大疑問來的 如果看這15隻馬 現在傳說 壯志靈魂 還有天蟲人怨 就好像很大機會過來 因為這對馬我看過也有些用的 尤其是天蟲人怨 這馬是實而不華的 跟得斗得 我相信這隻馬現在86分 76分 76分應該是三班的 三班 三班這隻馬香港應該有得到的 這隻馬蠻好養的 另外壯志靈魂 就是這隻馬獨瓜尾靠放的 大家知道沙田直路牆 它是一個板斧就放不放到呢? 還有現在這隻馬 822分 即是減10分 82分 都應該是二班的 二班 二班應該很敏水 還有它的跑法是太過單調 真的太過單調 所以如果以這兩隻馬來說 我喜歡天蟲人怨多一些 即是如果肯過來的話 但是這樣 現在在這15隻馬之中 到底有哪位馬主是香港的會員 還有你中不中籤呢? 你中籤才會找到過來的 但是傳了一個消息 我問過阿明 很多有能力的馬 所謂就是賣給香港那些 中籤的馬主 是 賣給人 看看條件 大家是否談得到賣 你是馬主買不買? 那天蟲人怨我買吧 買來幹嘛? 看看幾場? 他在澳門跑過十場以下 不是很多人 你買了自購馬 回來 最多都是跑三五場而已 同哥你買了十幾二十場 不是在澳門跑 那你曾經出賽過這麼多嘛 我看澳門 天蟲人怨也是有些能力的 還可以再上 那你的價錢不是要很低嗎? 那這些馬我不知道 現在全是這樣的 賣給香港馬主 那價錢他們談的 誰知道 起碼都是幾十萬的 應該有 幾萬嘛 但是你接手這些馬 最淒涼的一點 養馬費是貴的澳門很多 是啊 差不多他兩倍多 六萬幾七萬 如果你在香港買一隻自購馬 超過飽十場 你也會散手令頭 不是 因為通常人怨 如果買這些馬 我看他 六七十萬可以接受 六七十萬可以接受 當然是港幣 六七十萬 那你現在 我看這隻馬 還可以 還可以有一點點的 在香港 就是 當然 當然是 級數不是很高 但是香港三百應該站得住 那為什麼香港馬會 搞這件事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他搞這件事 我們香港現在 這些叫做 阿牌哥 之前他 他差不多對澳門馬會 就完全沒有關係 是啊 只不過 由於壽中競爭 會不會有他的字呢 貓哭老鼠是假慈悲 喂不是 那他馬主的 他不是跟澳門馬會過招 那他突然開陸德叫什麼 他不是跟澳門馬會過招 他是優惠 是那些馬主 優惠 你之前 香港馬退役 都不讓直接 過澳門馬會過拳 那是爛人做什麼 現在人家撿了一顆 就是 你是 弄這些東西出來 好像很優惠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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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四班 江國豪華就是整整 九十三分 九十三分 那些最高分的那些 就是腳有些事 他曾經今年 在貴中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三分 他今年貴中 打算遠征過來香港 跑一場給千四 結果腳有事 就 千二 千二 千二是千四 千二 如果一減十分 其實呢 又去到四班和三班 即是一二班 我們香港是欠缺 一二班 也是 那你弄這些品牌 六十分 減了十分 五十分 即是四班 是嗎 是嗎 最低的就是六十分 六十分 六十分 就是四班 那四班 那 如果我買一隻花回來 PPG都是四班 是 那四班 如果可以年銃生牛 那四班 你六十分 émon樂福星都算多 speaking 遙昌省就是 Another 四班 浩仗正教練feld 有人問我為什麼獨關是沙地的 赤飛龍也不是預期這麼高的 夠響騎馬 93分 但這個馬有些事 未必過獸醫的關 阿明就說很難過獸醫的關 因為香港獸醫的關很嚴密 甚至反明說 有時候我們在英國介紹的馬比馬主 都過不了獸醫的關 那又怎麼驗呢 不知道他怎麼驗 香港馬派獸醫的驗嗎 不知道他怎麼驗 只是你驗完就把報告過來 只不過我們現在是報告這段新聞 如果這15隻馬 真的是這15隻馬有資格 那哪幾隻馬會好一點 他能不能來得到不是問題 就是我思考一下 他是幫不幫到香港馬口不夠 幫不了了 香港馬口一定是少的 其實你說的 包哄老鼠也對 如果你作為一個馬主 你撿到一支籤 那你當然想買就好 那先不要說錢 你養得馬就不要說錢 那你會去買一隻 跑十幾二十次的 那你說我是馬主 我對他的馬很有感情 我剛才會簽到香港馬會的 那今天順理成章 有感情 那如果你去買 我給他一百萬多的馬 我去拍他 我去拍他 舉一隻三歲的 就好 52分那些 那有什麼 有什麼 那你在澳門 跑過十幾二十次 就是老鼠未生初 不會贏 不會還有三十分加 那變相要買一隻 四百下回來 那我亂舉 或者舉中隻 哪有什麼 那他還會贏 那就是 看看這個 後續發展成怎麼樣 就是 總之 他的條件 如果澳門馬會運過來香港 總之 給澳門的分數 減十分 那馬會有可能 見你這樣 就做一點點 其實沒有幫助 幫助不大 很簡單 如果他對澳門馬會好 就不用当年的退役马一拖个圈才够好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一字那么淺 你根本就放在那里面是难人 现在说 最有机会就是 香港本身是马主 又中签的 养开这只马 那顺利成章有感情的 是那个马主 那个马主拥有 譬如我养开这只马 我又有签 我又是香港马会的会员 就是有机会 你说我帮你买 不是 我给钱 我就不愿给 你卖的就不愿减这么多 那不是 或者是合作方式 你免费拿马过来 你免费拿马过来 我交养妈费 奖金两分就OK 这个不行 你说你抬底就可以 抬底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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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你现在香港有没有抬底马 一定有 抬底就有 抬底就不行 抬底就不行 这当然是私底下谈 你香港有没有抬底马 一定有抬底马 我知道有十五六个 不过我不说 是的 那这些都是 就是见人见月 不是 当一件事来说 那哪个好些 因为我对澳门马也挺熟的 我看完 那你需要做 给一些资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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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想知道澳门马的抬底 上网查 解释得清楚 除了上网查 就问问我 因为我对澳门也对得来 那客战 就找回澳门的联马才问 为什么要找一些抗收盾 再找一些抗收盾 那当然要收钱 对不对 说笑而已 对不对 这些城市的机会很少 不是 那些十五个马 我认为尖重人员都可以 是 小小担心是受医的关 小小 阿明这么说 很难过受医的关 不是那么容易 香港这些都很容易 其实可能这些十五个马 没有一只过得来也不出席 不是 未必是过不了 是有没有人愿意要他在香港服役 那刚才那个抬底方法 是的 就是你出马 我是出养马快 那大家奖金对了他就可以了 OK 一定一人制的 对不对 不要你抬面抬底 一定有抬底马 不要搞 那这些都是我们当一个花生来说 是的 好了 昨晚跑过全黎夜宴 八六七祝 都不是八六祝 都不是八六祝 不算八六祝 都是有些难的 有些是猜不到的 就是比理想之中都好些 是的 都有一些准成的 开客 是的 那数据就没什么用的 其实 因为这些全黎夜宴 很少跑的 就是你记住 就是没用的 但是 我也是这样骂吧 跑多些 那有什么值得说一下 如果昨天 那条跑道 那条泥地跑道 不利放 是 是 廖康明呢 连接的升龙区也很厉害 是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最快时间 那这个 他和时间 就大家 他一样和自己 上期一分零七祝 也说的时间差不多 差一点 一模差一点 但是这次升龙区 我 这只 固然好 我就 想说一下美场 那一只 我介绍一只黄脚立 好 那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低日升龙区 短途 放 全部都是放 是 全部都是追的 是温河 追的 那这个 希威森 派十当 是啊 出集 这场马 阿茂都知道 大红袍正在放 是啊 我们有没有视频看看 可以 我会给影片摸摸 是啊 出集那段 只是想出集那段 出集那段 那 他在十档 他出来 他很厉害 推到那只马 你现在看 一出来 他在那里 大红袍在那里 和菲林布 那你就 在那里跟着 你不用理他 你看那个骑士 正正推到 跟着这儿 推到水扇 转滑 跟着这儿再看 是啊 再刻意推 你看 过菲林布 突然即正的 你看 你看快度 你看快度 他刻意地放 你有什么必要 这样跑 你明明他跑度 不应该放 你也是这样放 而且他因为 输了 50而已 不是 派哥 这场要第一场可以接受 要第一场跑 他根本不知道 这场是第八场 那你说 这样跑 你说会不会是 是啊 而且这场 还要做到全日 最快的时间 27秒21 不是 你跑完之后 是全日最快的时间 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 1650的全日 有多少场 有一场 两场 他比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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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快 1分39 9秒多 那就只差一秒多 是啊 那就是他 他放得这么快 你看 你看菲林布和大红袍 在这里都要队 他还是阻止 你说他做多快 因为他留着一点点 是啊 在这里才发力 你看他 是啊 我就不明白 威哥 是不是叫他这么跑 是啊 应该叫他摆钱 你就不用说 乞与摆得这么前 是不是 真的 不然有一场马 你要留意 五毛那只 那只 五毛那只 柏林泊摩 所以为什么 就会开一些独角兽呢 就是前面 非快捕捉 来了 现在是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二 第三个马 都在后面走上来 是啊 后三名都在后面走上来 是啊 为什么要这样跑 不是说 我 你明知 这些 呃 形式是不利放弃的 现在想说 美场你知道怎么跑 美场你是实当 你还要知道 前面一定有 一只 大红袍在那里放的 你就是 盡理成章 跟着第二位 不是搞定 我都想不到 不是 你跑到回来 搞不定我 第一场 你这样跑回来 我那一场就不成了 不是 阿冬哥你说 第一二场 那个跑道形势 我不知道 没有所谓 你看他的骑士 很刻意推 是啊 他不是说 很快的拉住他 他是把他放在前面 不是 我相信 威公的拆棋之前 都是跟前 跟前 不是叫放 是吧 就是这些叫做自杀式抢博 自杀式抢博 就是这些 这样的 赛绩呢 就是拿出来说 就是 跑全例夜宴都很少的 是啊 不过看到 这些外眼东西 大家拿出来说说 那你有什么外眼东西 是 我是外眼 奥华威威 哦 奥华威威 又是眼冤 是 你之前跑上去 是跟上去 是 真的 真的很厚 巴道那些 晨起上来很晨的 晨起上来 晨起上来也很晨的 真的 你看他跑的魅力宝区 就很厉害了 转到尾 我跟他跑的 是弹到斗链都不静 是啊 真的 真的 有时候 一个转一个 全例夜宴 当然 你猜不到 很多东西 你猜不到 独角兽可以 包尾板上来 可以练包尾的 是啊 你猜不到他 那些舞狀態 太快了 这个是很难搞的 不如 那难搞的 不如 那这个星期日 有什么搞的 有什么搞的 我当然是拿着咖喱仔 四场二班那场 是 那场二次那场 那场果然可以 试到准的了 这个马应该是上桌 升科代法的 是啊 我看了牌越长越好 是啊 那看伏过之后 那状态是挺稳定的 我相信这个果然可以 打开处理性来支援 还有 就是搞了一些琴密营 年马尸王真是挺有运 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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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比场的非快捕捉 真的 是 那德尼呢 我喜欢四班千尔那场 球星的 老实 就是下班数 对这一堆对手 你 我老实 其实布文 这次还不用揹那么重 131 我觉得他对着这堆马 也有些经验 可以吃到他的这堆马 布文 阿德尼 他虽然他昨天没有赢马达的状态 但他的状态回来 开始回来 开始回来 尤其是那场 尤其是那场 未拍的聶飞 他真的冲得很厉害 要多热身先 回来的 即是延传归位 他从延传归位 希望 今次我拿回四班 希斯近期的成绩就好了 我相信球星 而且球星三番 输的对手也很厉害 输给那些特别美丽 华丽再胜 接着又对着星際快 一千那场输给星際快 和水晶酒杯 那些都是三三 水晶酒杯是一千专家 那你输给那些马 套下去 那就是 就是 虎入羊群 那四次语 不是 那些社会佬的形容是 虎入羊群 是啊 虎入羊群 是很厉害的 那还有两场二级赛 马胆金箭桂园也出了 你已经看了 我也是官网 官网 应该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下头会不会好些 都是观赏 即是希望他能保护 这场网 观赏多过头主 都是观赏 很老实 他用了布文 一定没有坏 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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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礼拜有重心 反而草地是好些 有不同传例 夜宴 难搞些 对吧 不过那天也有两场二级赛 1200和1600那场 那场有一场 日本转播赛事 樱花响 樱花响 到时候我会找 Steven 看看他有什么心趣 他介绍两场日本马都可以 排队马很厉害 排队马很厉害 两条Q 上星期二十一 最多人排队 几个Q 一百三十几 那次网友问你 那场会不会 任常有排队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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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好 那再看看 如何 那我也希望 澳门马有机会 一两只过来 有些龟熟感 有些龟熟感 一龟一只熟 那是什么 那只马挺好的 那只马挺好的 天重人员 天重人员 我很喜欢 很乖 跑过几场 跑过十十场 十场左右 澳门上得很高 之前是陈俊辉的 看来这阵马还可以上 如果插三班 应该可以 那澳门最高分是多少分 如果最高是耀昌之星 但是你不够答的 不老 耀昌之星 可能会超过了 跑过去的场数 不知道 应该挺昂貴的 跑过多昂貴的 四岁 四岁或以下 是啊 那根本来怎么也好 我们对澳门马场 也有感情 希望有三多只马过来 现在传说 每个人都会问 喂 壮志斌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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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和澳门沙里 有些分别 不同的 两个不同性质 天然和人造 所以我先去 不要紧 不要紧 我运不来才说 运不来先 运不来先 运不来 总之过来 照澳门最后的评分 减10分 马克风没有说过 马克风没有说过 阿明跟我说过 私底下说 他还没公布 还没公布 或者错了 他怎样都要减几分 或者说他玩过来 他应该用港澳杯的例子 就是减15分 上季是减5分 有一次澳港澳杯復环 初初是减很多 后来又不减 15分 两班 之前减5分 第一届澳港澳杯 港澳杯都是默君礼物赢 澳妹妈赢 第二届 那时候让分让得太多 那时候让分让得太多 所以这个世界不要太看小人 对 王冠先生 王冠先生 那天晚上我不跟你说过 就是因为王冠島人赢了一战 所以改让王冠礼物 王冠賢 王冠賢送给王冠 结果是王冠礼物赢 澳港澳杯 好 好了 今天的《洞色前瞻》 就和各位一起讲过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